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直跟俄国总统普廷 站在同一阵线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近期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公开露面 一度盛传他可能罹患了重病 白俄当局面对传闻满天飞 赶紧发布了卢卡申科视察军队的影片跟照片 破除谣言 外界盛传白俄总统卢卡申科重病卧床 白俄官媒15号发布一段影片 曾经68岁的卢卡申科没有生病 还视察了一处空军部队的设施 不过说起话来声音沙哑 白俄总统府的网站也公布了照片辟谣 显示卢卡申科身穿军装 审查异议地接受军官禁令 他也意外透露了乌俄战争的现况跟白俄的军情 白俄官媒连番的大动作 释出总统卢卡申科出席活动的画面 原来卢卡申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露面 外界揣测他的健康可能亮红灯 甚至猜说得了重病 如今白俄官媒公布最新的画面 要证明卢卡申科依然健康 卢卡申科上一次公开现身 19号到莫斯科的红场出席胜利日活动 当时有媒体形容他当天脸色苍白 步履满山 才传言他可能重病 更有媒体比对他这两次公开现身的画面 最新的15号视察照片 他左手绑绷带 但其实9号在红场 他是右手绑绷带 是否暗藏玄机 外界无从得知 杨正平编译